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有猛虎 细秀强威 球们好 我是艾克 蔡师兄 欢迎收看师兄砍球 最近 听闻约道士快退役了 今天就来回顾一场约道士的经典比赛 2016年中国公开赛 篮单决赛对阵成龙 这也是近几年约道士的最后一个首要超级赛冠军 10年约道士28岁 PK小一岁的成龙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看那个还能打的约道士风采哪班 第一局0比0 一开局约道士快拨对角控网 形成杀上网 接下来在中前场连续抓球提速得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开局 似乎是控网下压的老套路 但又有所不同 传统的控网下压 一般都是开足马力全速下压 而这个球约道士后场并没有加全力 而是中速连贯 一大原因是成龙的挑球非常到位 也正是因为没有发全力 所以约的重心保持的更好 很快的上网连贯 抢到了高点快推追身球 继而南沙得分 正是这个合理的选择突破了成龙的防守 比赛来到1比1 一开局双方相互拉开 成龙顶后场非常到位 将持中约道士又是通过一拍轻杀上网 在高点拿到了成龙的回放 这次没有加速而是拨了一把手感 球滚往而下 成龙挑球不到位 约轻松拿分 这是一个套路与反套路 成龙想的是挡远网抓推 约道士这是远网转进网 一个高质量的放网 破了成龙的小算盘 照理来说 亚洲球员的往前更占优势 成龙也是一个以手感细力著称的球员 但这场比赛 约道士的往前是不输成龙的 甚至还略占上风 比赛来到2比3一开局成龙连续下压控网 带领节奏 约道士通过对角摆脱 反限制对手 就在平淡的拉掉中 约道士突然提速抓到了成龙的过渡球 三联锋解决战斗 这又是一个中前场抓球的经典案例 约道士回拉高远后 并没有常规性的回动中路 而是直接往前发球线压了一步 摆明了预判对手过渡往前 果然成龙过渡对角 约抓住机会连续输出 步步紧逼 以快破局 约道士是一个攻击欲望强烈 得分嗅觉敏锐的机会主义者 比赛来到5比7 一开局约道士揭发抢推 成龙难抽约带底开局阶段 约道士就把场上的节奏带得很快 接下来成龙抛高比赛进入攻防 成龙显示出了防守大师的本色 先是抵住了约道士的杀上网 接着在防反中反击得分 这个回合龙哥打得很好 首先是跟住了约道士的开局提速 又跟住了约道士的重杀 反击出现时没有墨击 果断加速不给约道士调整的机会 比赛来到6比8 一开局相互拉开 约道士带节奏成龙跟随 约有一派假推增放 差点晃倒了成龙 接下来约结合往前 连续控制成龙的正手 相词中 约道士抓住成龙的一派抛高 突然提速突击对角得分 前面看多了约道士中前场抓球的套路 这里后场的进攻也来了 看起来力量不大 但落点很边 比赛来到8比8 一开局双方斗网 约战优 橙龙起球 约道士强攻对角得分 这个案例和上一分差不多 别忘了约道士是欧洲选手 天生就具备硬派的一面 不说多了 后场杀球速度300加以上 随随便便有的 比赛来到9比9 约道士揭发球 控网强攻得分 这一段约道士明显开始提速抢分了 这派杀球速度360公里每小时 比赛来到10比9 这一分是一个跟随球的较量 双方都在球路上做文章 约道士更加出产 一个接吊转勾球 一个接杀转勾球 球路上更占上风 也正是利用对角球的限制 让成龙上大一些线 而约道士只需从中场上对角 拿点更加主动 秀了一把假推增放 第一局整个上半场 正是凭借着后半段的进攻和变化 约道士从最多落后3分到反超1分 比赛来到下半局12比12 一开局约抢推 接着南风接发球 前两排即解决战斗 前面说过约道士是一个 有拿分嗅觉的选手 这种开局搏杀的模式 成龙是很少使用的 说明气质上约道士更勇更狠 比赛来到13比12 一开局双方斗亡 约道士略占三封 成龙起球 约突击直线 成龙转对角 约补卫起球 这是一个攻防的转折点 但成龙选择软压过度 约道士再次抓球 快推对角 紧接着再加拔突击 对角得分 在打法上 成龙想的是尽量利用 跟随球去消磨对手 而约道士则在不断寻求突破 约道士的积极 恰恰破掉了成龙的保守 你想磨 但不给你磨的机会 在师兄看来 成龙有点过于相信自己的反手 没想到约道士同样相信自己的进攻 干脆果断出手毫无留情 小贴士 约跟身板 正手去后退高难度步伐 向后转身调整重心 直接靠左脚蹬地起跳蓝沙来球 比赛来到14比12 一开局成龙放远网下压 接下来双方斗亡约占优 但成龙的挑球非常到位 过顶的同时 逼迫约降点处理 约抛高过度 成龙二次提速 中杀 对角得分 成龙的进攻对约道士 还是有很大威胁的 就看成龙攻击的欲望强不强烈 约道士也是狠人 这拍接杀球 师兄师父听见了 价值1000块的咔嚓声 比赛来到14比14 这个回合非常经典 约道士一直在蒙球加速 又一直加不了拳数 双方不得不在线路和节奏上斗法 最终成龙靠一个停顿的分球 放掉了约道士的重心得分 这是成龙非常喜欢的节奏 在相对中性的速度环境中 靠稳定去跟随 靠变化和质量去得分 这一段整体来说 成龙打得更好 比分从终局的落后到追平 比赛来到14比15 这是一个成龙主导节奏的回合 约道士几乎没有下压的机会 多在下手球圈随 但不管成龙怎么快怎么变 都没有甩开约道士 最后反倒是成龙 自己在往前失误 师兄认为约道士更多赢在心里上 心里那口气咬得很紧 而成龙恰恰在关键时刻松了一口气 比赛来到16比17 这是一个成龙略微占优的多派 相持中约道士有一派变数 抓成龙的党员网快推对角 成龙拦得很快 双方又打回拉开的局面 最后还是成龙率先失误 这个回合成龙主要在限制约道士的头顶 约道士则展现出了细利的反拍技术 连续的摆脱对角 最后成龙输在了一个中性球上 简单的推挑失误 在这场比赛中 成龙没有师兄想象的那么稳 约道士却比师兄想象的要更细 比赛来到19比17 一开局约限制成龙头顶 成龙反拍过度直线 约抓到过度反抽对角得分 这又是一个开局抢分的套路 约起球后站位非常靠前 同时偏向于直线 果然成龙出直线 约抓住机会得分 还是嗅觉 约道士有着抢分的嗅觉 接下来被逼入绝境的成龙 连追三分追到了20平 让比赛依旧留有悬念 比赛来到20平 关键分约道士又开启薄杀模式 揭发控网强攻 两派解决战斗 这种时候与其说在比拼技术 不是说在比拼心理 比赛来到21比20 局点再次被逼入绝境的成龙 也开启了薄杀模式 约道士有所准备 倒地化解了成龙的重杀 接下来一拍主动球 成龙超之过急 推球失误 约道士有惊无险的拿下了艰苦的第一局 接下来的第二局 成龙心中那口气就有点泄了 大比分丢掉了比赛 恭喜约道士 这很可能是道长的最后一个公开赛冠军了 山高水长江湖再见 心有猛虎细秀强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送给喜欢约道士的球友们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你记忆中的约道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